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690章指手画脚 而且这些钱是曙光基金还有邵氏科技 以及一些社会的爱心人士捐助的 如果让外人知道我们花几千万建了一间洗手间 这样会让人心寒的 刘洋道 这不利于福利院的长期发展 刘院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领导这样想一定有领导的考虑 有个人打着官腔道 我们做的不仅是慈善 还要打造全国第一福利院 以后这个地方出名了 肯定会有国外爱心人士为参观的 所以有些时候 面子工程是必须的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李局长有些不乐意的说 我这要做 有我自己的考虑 所以刘院长按照我的意思做就是了 那行 小区拔这些款项 我按照小区的意思来 刘洋语气有些生硬的说 小区哪有这么多钱给你们 你们福利院 每年都要从各界拿来无数的善款 这点钱也要去李出吗 李局长有些生气的说 你们应该懂得如何回报社会 马上做出预算 看看这要花多少钱 这个建筑款项拔到区账户上 由我们亲自监管 一定要做好 李局长大手一挥 官腔十足的说 然后 预算只花了一半 剩余的钱 剩余的钱成了你们的 少青莹冷冷的说 少 刘洋吃了一惊 他没有料到 少青莹竟然到这里了 少青莹一挥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刘洋也是八面玲珑的人 他马上明白了少青莹的意思 当下他便闭嘴不说话了 你是谁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李姓领导生气的说 我们这样都是为了福利院的未来考虑 你们这样说 真是含了区里的心 我 你们做领导的 如果想真的做点什么 那就多多发动 社会人士为福利院捐款 而不是想着天天搞些面子工程 想怎么样从福利院里 划些钱出来 少青莹淡淡的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我在刮你们福利院的钱 李姓领导大怒 你是哪里来的刁民 有你这样和领导说话的吗 一个家伙又打着官腔 喝到我们的领导 对这所福利院重视 所以才来指导工作的 我请你们来指导工作了吗 刘洋也是憋这一口气 这两人官不大 但是架子倒不小 无非就是附近一些青衙门里的小头头们 想来这里摆摆架子 顺便捞点好处罢了 三天两头来 让人烦不胜烦 刘洋 你的这个院长 是不想当了吧 有人怒道 我的这个院长 是曙光基金和邵氏科技 共同选举出来的 当不当也不是你们说了算 刘洋怒道 而且福利院与国家没有直接关系 你们请回吧 我告诉你刘洋 你不要以为给你三分颜色 你就当染防了 那群人大怒 这些家伙们 充其量就是一些小杂鱼 官不大 不过官微可是不小 他们真的把自己当成天王老子了 惹我不高兴了 分分钟就让你关门 别以为 我只是个芝麻大的权力 就那样足够让你死几次了 那天这大肚子的胖领导指着刘洋大骂了起来 邵清莹总算是长见识了 他淡淡地说 我想知道 你们来这里 到底是你们自己来的 还是有上面的人受益 管你什么事 你是谁啊 参观的 如果参观你就老老实实地到一边参观去 这里没有你什么事情 我们是区规划组的 福利院开到了 我们这个小区 那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管的 我们怎么规划 你们就得怎么建 是吗 好大的权力啊 我是第一次听说 你们规划局的几个小杂鱼这么有权力啊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这特妈的都是什么跟什么 这几个家伙明显的就是一些吃闲饭的 他们真的以为 他们手里那点权力 就能在这里刮下来点 疯了吧 也不是先打听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少清营亲自督办的福利院好不好 这里有国外的总统亲自来捡过彩的好不好 这里是副国级的领导在这里亲自批示过的好不好 你以为这地方是随随便便一些人就能装大爷的 你说什么 你说谁是小杂鱼 信不信我现在抓了你 一个家伙大怒道 来啊 你抓了我 叶浩轩笑了笑道 我想你肯定是报警吧 报警 这家伙 侮辱我们这里的公职人员 说话的那家伙 憋了一肚子气 但也只是无奈地说出这句话来 算了 还是别耽搁大家时间了 少清营也不想与这些家伙一般见识 他直接拿出手机 拨到了京城市政的红色座机上 二话不说 直接让接电话的那人通知他们的最高领导过来 至于说有什么事情 等他们来了再说 现在的少清营 比起一些大领导 可有面子多了 少市科技的横空出世 让华夏各方面 明显的进步一大截 现在京城不管再大来头的人 来到少市科技 也是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女人给捧着 为什么 得罪不起呗 少清营现在可是华夏第一强人 而且高层召开的秘密会议 侧重少市科技的一切 不管是哪方面 都会尽量地满足少市科技 现在少市科技 不管申请什么 几乎都是一路绿灯 现在少市科技的掌舵人在这里 说遇到了事情了 估计是一把手 现在正匆忙地往这里跑吧 你谁啊 看这少清营的气势 为首的那个胖胖的领导 有些疑惑了起来 因为少清营的气质 和那九居上尉的感觉 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他不仅有些疑惑了起来 少清营是不是有来头 我姓少 少清营淡淡地说 姓少又怎么样 了不起啊 哪来的小老百姓 不要以为自己有点钱就可以在这里 直手滑脚 有个不开眼的家伙大手一挥道 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属于我们小区规划重要的地方 如果不按照我们的规划来 我保证你们的福利院在这里站不住脚 信不信我把你们的办公楼给拆了 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 少清营冷笑到这所福利院 是上面的首长亲自过来剪彩成立的 另外有三国总统前来惦记过的 你敢拆快砖试试 你不信 我现在就叫来强拆队 把这个鸟地方给拆了 那家伙的脾气也上来了 去 你叫吧 叫不来你是孙子 叶浩轩笑了笑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 我现在就叫来给你看 有个罚头清大怒 他现在直接拿出手机 就要把打电话叫人去了 等等 就在这个时候 为首的那个胖胖的领导 反而有些不自在了起来 他看着叶浩轩 有些眼熟 又看看少清营 也有些眼熟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你姓少 你叫什么名字 领导不愧是领导 眼力还是有几分的 他觉得少清这种九居上位的气势 绝对不是三两天 就能培养得出来的 他觉得这个女人 举手台足间 都有这一股上位之气 不过他现在还是不敢确定 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说真的 威胁威胁这些刁民们还行 如果说真的拆这里 他不敢 因为这所福利院的性质 他是知道的 属于国家相当重视的福利院 他来这里 是因为前段时间上面下达了规划的名册 附近的土地建筑要整改 所以 这家伙就拿着鸡毛当令件 巴巴的跑过来找点事做来了 不过这个地方 真的要他动的话 他是不敢 他还想多活几年呢 他叫邵轻盈 邵是科技总裁 明白 叶浩轩笑了笑到你别告诉我你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邵 邵轻盈 邵总 那胖子的双腿一个多缩 他的牙齿不自由主的开始打起架来了 这个名字 他太熟悉了 现在的各大媒体 对邵轻盈的报道 简直就是狂轰乱炸式的 福利院 福利院 是在这所小区里建着 作为这里的领导 如果说 没有听说过邵轻盈这几个字 恐怕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这女人可是华夏第一人 即将挺进世界的女人 而且 也是华夏这所最好的福利院的主人 这可是他大老板见了都要夹这尾巴的人 可是他刚才在这里 当着这个女人的面说 要强拆了这里 他感觉到膀胱里面一阵一阵的收紧 由衷忍不住要去小便的冲去 邵 邵总 行了 你也不用多说了 我会直接向上面说说这里的情况的 邵轻盈淡淡的说 我把给福利院的第一分钱 都保证要用到孩子的身上的 我真的不知道 在这里建一个耗资数千万的洗手间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主意 我的钱是给孩子们的 不是给你们来浪费的 另外 我貌似对上面说过 福利院的一切 都会由曙光基金全权负责 其他的机构单位不得插手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邵轻盈指这规划图上那富利堂皇的别墅室 洗手间道 这就是你们狗屁的规划 在孤儿院里面 建一座几千万的洗手间 你觉得这合适吗 你觉得这合适吗 那就这样